超強颱風山竹逐漸逼近 天文台預料 昼日掛八號風球的機會相當高 又說山竹教天甲 對香港更具威脅 天文台就預測 昼日會吹東北風八至九級 佔轉東南風十至十一級 離岸及高地十二級 搞到全城搶購防風膠子 街市買送人頭湧湧 不知道一班藝人又如何應付山竹呢? 現在自己一個人住的黃心穎就說 爸爸好擔心他呀 這個颱風我還未做準備 我爸爸就問我 買了杯麵沒有?買了膠紙沒有? 我說我自己買得了 誰知他剛剛問我 膠紙斷屎 買斷屎 幫我預備了四卷 馬明就沒有說過這個風 因為他都不在香港 不可能因為風未打到 他就沒有問候過我 反而他那班機器有可能會受影響 跟內地演員任子言結婚 有一仔一女的迪龍兒子譚俊燕 近日帶老婆和大女去布吉度假 不知道他趕不趕得及 在山竹來之前回香港呢? 回到香港又會不會去買菜 做些防風措施呢? 沒有 現在是飛機了 回來了 今天到剛剛好 幸好趕得到 我家可以防風措施呢? 就算我家至少可以一個禮拜夠吃 我剛剛走了 工人要做東西給他們吃 我當然是買好了 雪櫃已經滿了 黏膠紙呀? 我聽我爸爸媽媽都要黏膠紙 而且我怕他們的房子會漏水 因為他住的那些 即是一間一間獨立屋 那裡比較害怕 嘩 那你需要不需要幫爸爸媽媽 買食物和水嗎? 不會啦 他這些準備得很好 他有時經常跟我說 他家裡會準備好水 因為他那個年代經常製水 所以他現在的房子永遠都有水 他經常跟我說我家裡要準備好水 有些什麼事呢? 都有水 譚俊彥還說 11月才會拍新劇 現在就做全職臭仔、臭女工 多數就留在家裡陪子女 最近拍無線新劇殺手的李佳心 拍劇就拍到天分地暗 就算山竹殺到 他都完全沒有時間去準備 男朋友陳炳全呢? 他會不會幫你貼膠紙呀? 我要開工呀 因為現在主警 主警到一半而已 所以天天都通宵 沒有想過 山竹那裡 我連任務駕房都不知道 但是聽聞應該都可能會停廠的 但都未確實的資料 通常都是last minutes 掛的時候才不知道的 那 我也想買定些零食回家 因為我平時在家裡最喜歡購物 或放假 但應該都沒時間買了 男朋友其實都要上班 他都要做事的 他不是經常有空幫我貼膠紙的 而圈中另一位好爸爸 林勝斌阿波 家裡有三個女兒一個兒子 加上老婆和三個工人姐姐 一家九口 真是存貨少些 都怕餓親呀 不過Bob家有嫌妻 令他煩小很多東西 影響性又不算太大 因為小朋友 他們星期六日就不用上學 那只是有些興趣班 那些什麼班什麼班 那些可能要改期 那食糧方面 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太太 她又處理那些 家裡的食物倉庫 又處理得很好 應該一兩個星期不出去買菜 應該都還有食物 反而是工作上面有一點點的影響 工作上面 因為星期日有個活動 那些晚演活動來的 但是 他提早已經說 可能要改期了 所以 就 是改了期而已 沒什麼事的 因為 錢已經收了 他不做也可以的